记得,我们就是把250-300毫升的水 为什么讲250-300毫升呢? 因为有些人喝的水的量不多 或者他喜欢比较浓稠的感觉 那就250毫升吧 如果你觉得你要喝比较多的,你就300毫升 或者你要比较薄一点的300毫升 这一餐的主角是什么呢? 主角就是这个代餐 刚才我说的一包一包就是这样子 一盒里面有14包 一包就是一餐 这一餐我最喜欢的是咖啡 也可以用烧水的 温水也可以的 通常我在讲解的时候 我会讲一些普通人比较容易做到的 摆开水去到哪里就可以的 如果你在快速公路在外面没有摆开水的时候 最简单就是买一瓶矿泉水 也可以的 这样一包这样倒进去 好,这一包简单 好,那下来呢 就是我们讲一定要加蛋白质吗? 蛋白质很重要 因为蛋白质可以帮助生长新的细胞 和修护细胞 对不对? 让你的皮肤美美,对吗? 然后呢 如果一致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 我们的皮肤就会美美兜一兜 最重要的 蛋白质也提高免疫力 对不对? 现在呢每个人都讲免疫力 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很重要 所以每一天呢 就加 我们讲 不要吝啬 一吃,满满,看到吗? 各位朋友 满满的啊 OK 满满的,加一吃 那如果是经济许可的话 两吃啦 好吗? 哈哈哈哈 我常常用普通话讲 有没钱就一吃 有钱就两吃 好 好 那么 各位 这个是最基本的 我们换一餐料用的 那现在呢 有很多人有很多额外的需求 比如你很扭上了一些课 我想给我的肠胃更健康 可以吗?可以的 你可以补充这个义菌啊 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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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菌也是粉条的粉 好 加一条这个 Probiotic 啊 这个给你的肠胃健康 我也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哦 哦 也可以提高免疫力哦 哇 你看 又可以加去哦 你喜欢呢 你可以的 这些都可以加去的 你可以 很有疑似感的嘛 这个 换一餐也是很有疑似感的 你可以把它加进去 OK 好 哇 这一餐 加料哦 有这个 Badiki代餐 有这个蛋白质 还有义菌 OK 哇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爱美的话哦 哇 你觉得 哇 如果有胶原蛋白就好哦 哇 你知道吗 两个公司又有胶原蛋白胎哦 哇 又可以胶 可以一起吃了 OK 好 这个是 胶原蛋白胎 OK 胶原蛋白胎 这个一天加一胶下去 也真的是很棒哦 OK 我的团队很多都是这样吃的啊 这样子吃的啊 OK 我也表演给你们看一下 啊 所以呢 啊 这个是胶原蛋白胎 所以各位 啊 你上课了 你学了 啊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的 来 啊 哇 这个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动一动一下 OK 好 这个 好了 那 够了啊 啊 如果你不够的话 你自己再加了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加的啊 OK 啊 圈围啊 都可以了 OK 够了之后呢 就很简单了 把这个盖紧 啊 盖紧 那么 为什么要摇四十五次呢 因为 它比较那个口感会比较好 比较好啊 啊 记得这个盖要盖紧啊 啊 有四十五次了 没有 OK 好了 那么摇了够了 就可以喝了 啊 如果你上班 你可以带一带放在车上 到了半钟室才喝都可以的 啊 如果在家的话呢 你也不用再匆忙 你就慢慢这样喝 嗯 哇 很好喝哦 哎呦 把它盖好 放一边 等一下 再喝 慢慢喝 你可以用半个小时慢慢喝 这个是 可以给你们喝了很有饱足感的感觉 不要像好像后面有老母醉一样子啊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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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喝完它 哎 这样就没有疑似感了 慢慢喝 OK 好 那么今天呢 王老师就和大家分享这个幻想的文化 希望大家学了 那么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你再咨询 带你上这个线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他最了解你的需求 那王老师分享的 就纯属王老师的这个经验 还有这个我的这个知识 其他的当地的领导人呢 他们更加了解你 你们的老师他可以帮助你 如果你要在这个程序成功 好了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遍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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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